星期日的晚上,在青衣運動場 有進風主場迎戰標準流浪的港超聯第一週的賽事 穿起粉紅色球衣服的進風 這支粉紅冰團硬撼有阿根寧射手回歸的標準流浪 比賽是入球表演,相當多入球出現 而入球在早段已經出現了 先有攻勢,就是客隊的標準流浪 這次是手榴彈扔過來找到飛南馬 而匯策的巴西就未能加多腳改變的方向 去到比賽的五分鐘 粉紅冰團的一次攻門由費里普薩拆動 在運戰當中,劉均正綁得到機會 把球送入網,為進風先開紀錄 劉均正綁得到今季第一個入球 當然抵贈就是費里普薩在邊路的發難 而劉均正在門前夠勤力 亦都靈巧把球撩入網 要相當抵贈 這位球員今天就助攻助手 有助攻亦都在防守方面有很大的貢獻 落後的標準流浪 接下來也是嘗試找機會 機能馬的這個攻勢差一點 而其後一次進風在中後場的全球失誤 差一點造就到巴西 在上半場就找到回籌之後的第一個入球 但是這位俄眉軟的射球 省中人,改變方向只是處邊 而其後進風在上半場的尾段 差一點可以拉開領先優勢 投槌點到中間的位置 巴利寶薩連頭也不要抵上去 但是都沒有辦法把球抵入網 其後標準流浪也都還以顏色 在左邊的出球就過不了 劉均正在門前的解圍 所以上半場進風領先1比0 到下半場粉紅兵團 希望找方法擴大比數 還有標準流浪這邊也希望找機會攀平 林佳偉的攻門差一點 而其後劉均正一個過頭球 就幫到進風去拉開優勢 加德國來被何獅子 左腳射回中間 亦都騙了門將梁卿傑 因為說到09本來又想封近處位 誰知何獅子左腳射得這麼好 射得這麼漂亮 其後入球就接種而來 之後就按中間尾王偉國 大個球底下就被劉鶴榮生倒 其實王偉國亦都相當勤力 在門前把球再印回白界線入面 把比數改成3比0 49分鐘開始 兩分鐘之內 粉紅兵團搶到兩個入球 領先3比0 以為可以穩穩陣陣 錯了 接下來粉紅兵團的創出現 標準流浪 也令到標準流浪 在這時候駁到一個12碼 來自劉鶴榮的射門 原來是鄭景浩的手 碰到球 極勁由副子手盧君儀去操刀 把比賽拉回3比1 但真是令到今場比賽一個轉捏點 就是這次曾仲南侵犯巴薪的犯規 見到小魯莽完全沒有需要的情控下 就撞到巴薪 所以球領亦都向他出示了一張紅牌 十人英戰的粉紅兵團 接下來還要多塞一球 這個罰球機會 最終被標準流浪找到入球的方法 入球的是祖蓮奴 這個61分鐘的入球 亦都撞到祖蓮奴的射手盤式 擔住對手的位置 轉身咬腰 拿到近柱 之後呢 3比2 腳勢也都在標準流浪道 這次盧君儀的出球 後上的南韓內援 金文輝在左路左腳射過死角 幫球隊終於3比3平手 要贊的當然就是盧君儀的出球 但同樣 其實劉鶴永禁區頂的傳送也都相當致名 金文輝就不負所託 射回龍門的大細龍才震 得勢不搖人 標準流浪 接下來是按住泥搶的 也都找到對方後防的一個漏洞 讓巴薩為標準流浪是拉開比分 巴薩找到重返流浪的第一個入球 也要多謝29號的羅浩然 一個魯莽的頭錘回傳 做就巴薩射成4比3 短短幾分鐘之後又有入球出現 基南亞右路的傳中波 幾個頭錘 漏頂的情況下 就造就了巴薩 拿了第二個入球 73分鐘 標準流浪就領先到5比3 當然了 基南亞這下吸回右腳的出球 也想不到 因為高大中堅 其實他想鬆脚發的時候 真的挺靈巧的 但其後比賽也還未完 費利普薩在中場的一次 爭場之中侵犯了巴薩 連續兩張王牌的情況下 兩環一紅離場 之後 晉鋒的教練團也保持著 跟球證投訴 所以就連續拿了一張紅牌 最後標準流浪 逐下晉鋒的情況下 以5比3擊敗對手 全取3分 1 extra tat baki酒 開確定 按課